谁说女子不从上 她偏偏老 甘烦时也不藏过 手提挪着冰糖过 不自眉夸几步 有天际家伤过 三角每个梦 一只河月书 不清可化道 只同冠军 还有眼睛 普生意愿来愿化 眼中白痴 露尽音源 暴动刀手 什么样君言 笑的不动 不动 是齐格 齐格来救我们了 齐小公子就驾结时 可立功行赏 说吧 想要什么 师祖 我在热桃面前 星效全无 对了齐格 你不是送军须回军营了吗 怎么会来得这么及时 我送军须回军营 见了阿玛 阿玛得知 你们去了知府府衙 商议通商一事 猜测你们会有难 便命我前去解围 这李寻璇 乃是朕亲自命他夫人庸城的 乃是个忠君爱民的亲官 按道理说 他的质地 不该发生此等荒谬之事 或许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好官呢 即便是常年助手边官的我 阿玛 也比不上那李寻璋 在百姓心中更有地位 这么说这雍城变成了他李寻璋 一人的地盘了 还真是狼子野心啊 就算他是狼子的野心 那么阻止两地通商的理由又是什么 阿玛 我也觉得十分不对劲 你们二老放心吧 我会永远记得你们死于何人之手 北济之仇 终身不忘 大人 以和百姓说好 他们会保守秘密的 好 想得怎么样了 真的不考虑我的提议 阿燕谷 涛涛 你们二人随我去知府府补养 我想再见见你们大人 不行 李寻璋竟然怂恿流民作乱 难保这次又会有什么危险 换我去 我去保护了他 不 奇小公子 这另有一件事 需要你去 在那边嘀咕什么呢 涛涛 过来 你是皇上 要省嫩闲饭 我站在这儿不太好吧 乖 听话 好好待在我身边 臣 李寻璋 林同志 参见皇上 皇上万福今安 万福今安 李大人包藏祸心 恶意阻挠两过通商 朕如何能安 皇上 为臣绝对没有此等器满之心 是吗 那朕请问你 那通商文书 你可拟好了 这文书你显复杂 还请皇上 再宽限些时日 光头 朕已然给了你两日的时间 足足两日 有这两日 北极的兵马都能打心云起了 皇上息怒 臣罪还万死 开启皇上 开启皇上 那府衙门外作乱的流民 大人有何解释 这 这 民意如此 微臣着实不知啊 皇上 七小将去那边城市了 李寻璋 你困在正元寺的妻女已然获救 你还要包庇她到什么时候 废物 滚开 没几人 受死吧 别听 这样桃桃就不会害怕了 难怪你方才 将我从阿燕谷身旁拉开 原来是早有预料 桃桃真从母 拿命来 我要你替我父母偿命 狗皇帝 你和乐陶就这样干 看着呀 快来帮忙呀 这萧萧 还敢刺杀本皇子 来人 快来人 抓住他 你去动 你一早就知道有人遇刺杀我 还火同乐陶袖手旁观 你 你这还是君子所谓吗 区区刺客 能待三皇子如何呢 三皇子这不是完美解决了吗 再说了 只准你不是君子夺人所爱 就不准我背后暗算了吗 这是公报私仇 彼此彼此 好了 皇上 该办事了 来人 将林同志押入大牢 择日候审 这 大爷 夫人 南南 上天保佑 你们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云英姑娘 云英姑娘是来寻太子殿下的吗 殿下就在那里 还请姑娘随奴才来 我不是来找允客的 不是吗 麻烦小犬子将这香囊给允客 里面有北极特制的香料 和助眠安神 给 她不是来寻殿下的 难不成我误错了 她其实并非新月太子殿下 哎呀 女人心可真是难猜 殿下 这是云英公主让奴才转交给您的 说是加了北极特制香料 有安神助眠的功效 可曾验过 奴才已经交给太医验过无毒 确实只是安神的药物 她倒是有兴奈 替我谢谢云英公主 是 参见皇上 交代吧 为什么要破坏通商 行刺北极三皇子 自然是为了报仇 休息中了 也可以 好 谢谢 家人 实际上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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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